记者王定撰新北报道,男子李国辉纵火烧死救人被恕死刑,新北地院何以停斥责,李国辉示人命如草戒,犯罪手法残酷,泯灭天良,行凶动机,手段令人发指,属联合国二公约所称情结最重大之罪,恶性重大之极,已无从宽恕,应与社会永久隔离。 本案审理时,李国辉的辩护人曾替他主张,李国辉一再强调受到幻听犯案,但台大医院鉴定他犯案时没有受到此影响,希望何以廷能评估是否宋亚东医院再次鉴定。 何以廷认为,李国辉从案发前,案发时,案发后整个过程中,对外界事物的认知,感受,反映,肢体运作协调能力及对法律规范理解,居与正常人无异,甚至还知纵火后要变装,以逃避追击,使比一般人更为深律。 何以廷认为,被告犯案时并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,导致辩识行为违法能力又降低情形,他自己应付完全刑事责任,没有减刑空间。 何以廷斥责,李国辉犯罪手法残酷,泯灭天良,造成九条人命亡死。 虽他表示后悔,并表示判死刑也可以接受,但对死者家属的不偿之字未提,本案最后陈述时,也没有任何意见表示,被告此等行为均不足以为辅死者家属身心伤害,死者家属仍心痛至极。 何以廷认为,李国辉是法律如无误,不知悔改一再以放火手段触犯刑法法律,行凶动机,手段令人发指,极为凶狠,恶性重大至极,已无从宽恕,达应与社会永久隔离程度,判死刑并持夺公权终身。